这个善良的后妈 每天都往女儿饭团里放一枚硬币 还要放上最硬的冰箱贴 随后将饭团递给女儿 让她拿到学校去吃 可等到晚上回家女人打开餐盒 发现饭团一个不剩 但女儿却好好的 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让女人十分好奇 便试探性地询问女儿 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女人的眼神突然变得怪异起来 只见她狠狠薅住自己的头发 随后独自来到楼下 看到一对母女正在玩秋千 她上前一把推开母亲 然后使劲地推着秋千 女孩被吓得哇哇大哭 母亲健壮气愤地将人一把推开 看着两人落荒而逃 女人却又诡异地大笑起来 原来作为后妈的她 本以为遇到一个乖巧的女儿 不料女孩看似乖巧的外表下 实则比恶魔还可怕 起初刚见到小熊时 大美心里还犯嘀咕 毕竟作为后妈 害怕小熊不喜欢自己 但当见到小熊后 大美才发现一切都是她多虑 小熊不仅乖巧懂事 而且和大美特别投缘 甚至就连爱好都出奇的遗志 这让一旁的亲生父亲 感觉自己倒像是个外人 可慢慢的大美就发现不对劲 这晚 她像往常一样喂小熊吃海鲜 却被丈夫拦下 因为小熊对海鲜过敏不能吃 大美听后立马将饭拿到一边 可这也让她很是疑惑 因为之前她给小熊带去 学校的饭团就是海鲜的 而且每次画家她清洗餐盒时 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但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后妈 为了不和小熊之间产生矛盾 大美也就没有多问 小熊准备了一个礼物 小熊满脸开心的打开 原来是大美亲手为她制作的笔带 看着小熊开心的要飞起的样子 大美也很高兴 以为小熊打心底里开始慢慢接受她了 却不料第二天 小熊就说笔带被同学抢走了 夫妻二人听后立马来到学校 不论老师怎么劝说 非要那个同学给女儿道歉 最后没办法 同学的妈妈特意登门给小熊道歉 可同学却怎么也不承认 夫妻俩只当是孩子要面子并没有多想 不料这天下午 大美在家中清理被堵的马桶时 工人竟从里面掏出一个东西 仔细一看 竟是那个笔带 看着班里的小朋友都在吃午饭 一旁的女孩却突然大哭出来 只因她的后妈没有给她准备午餐 看不下去的老师立马把后妈喊来学校 并指责她不是自己的女儿 也不应该不给饭吃 大美听后满脸一问 因为她每天都会特意给女儿准备便当 而且每次回家 小熊都说便当很美味 难道女孩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乖巧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她特意在小熊的饭团里包上硬币 不料放学后便当和果然是干净的 可小熊却乖巧地表示饭团很美味 这让大美很事无语 晚上 大美准备要将一切告诉丈夫 可刚说到小熊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时 就被丈夫以小熊缺少母爱 唯由搪塞回去 最后 丈夫还不忘嘱咐大美 要多多关心小熊 大美知道小熊是丈夫的掌上明珠 她也知道 作为后妈 她必须扮演好贤妻两母的角色 才能继续留在富豪丈夫身边 所以大美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让小熊能喜欢自己 大美只能更加用心地照顾妇女二人 却不料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放学 小熊看见一直讨厌的同学正擦着玻璃 看着她的背影 小熊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随后她慢慢走向同学 同学的葬礼 小熊却非要穿红色鞋子 不论大美怎么说 小熊还是执意要穿 葬礼现场 看着只要演的红色 在场的人纷纷对母女二人指指点点 直言大美实在是太不礼貌 而大美却只能咬牙忍着 回到家后 看着被小熊打翻的名贵化妆品 大美一脸不悦 可丈夫却安慰她 小熊只是对化妆品感兴趣 还劝她要大度一些 大美听后只能忍着 这天 大美正收拾书房 正巧看见丈夫的画册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小熊的素描画 她认真地翻着 不料小熊从身后突然出现 把大美下了一项 结果不小心 将丈夫非常宝贝的兔子标本撞倒 紧接着更是表现出一副 看热闹不咸是大的样子 小熊这么一骂 大美的心里也越来越慌 后妈只是不小心摔坏了爸爸的宝贝 奇料乖巧的妓女竟幸灾乐祸起来 看着后妈慌张的样子 更是开心地直接跳起舞 可事后继母就后悔了 她一边安慰着小熊 一边祈求她不要将这事告诉爸爸 小熊点头答应 不料转身她就将一切告诉爸爸 饭桌上 得知一切的丈夫当即大发雷霆 不顾还在一旁看热闹的小熊 直接让大美滚出去 忍耐已久的大美选择卷铺盖走人 无处可去的她来到火车站 躺在铁轨上 回想着她每天尽心照顾这个家 如今却得到现有的回报 听着不远处传来的火车轰鸣声 大美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不料等她再睁开眼睛 丈夫就在她身边 听着丈夫的甜言蜜语 大美再次心软下来跟着她回了家 也因为这件事 让大美知道想要维持这个家的完整 必须无条件宠迷小熊 从此大美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 一副三人的全家服就被挂在了墙上 只是他们眼睛的颜色 都变成了统一的蓝色 正当夫妻看着照片出神时 小熊却大哭着回来了 丈夫心疼得不行 第一时间就冲到学校 只是这次大美也选择和她站在一起 可老师却解释真相 根本不是小熊说的那样 但男人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就在这时 一个男生突然大喊 是小熊将女孩推下楼的 他亲眼看到的 等夫妻俩刚回到家 发现家里的玻璃 不知被谁喷满了杀人犯的字样 得知被同学说成杀人犯 小熊受不了 又开始大闹起来 并表示自己以后都不会幸福了 为了解决这件事 夫妻俩想尽办法 不料这时 沙发上一张疫苗接种单 引起了大美的注意 她当即想到一个绝绝子的办法 第二天 夫妻二人就扮成 医务人员的样子来到学校 给所有的学生注射疫苗 随着疫苗被全部注射完毕 整个学校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而大美则担任其小熊的老师 看着她开心的样子 自己终于成为了合格的妈妈 镜头一转 被注射完未知药剂的孩子们 全部倒在地上 等他们再次醒来 将会忘记之前小熊做的所有事